阿姨你好 我是联系你十一点半 做保洁的奇运医师 对 心虚深度保洁的那个 您到了吗 好 那我过去等你 谢谢阿姨 谢谢 翻过来了 奇怪 你干什么 你怎么进来的 我当然书密码进来的呀 我还想问你 你怎么进来的呢 我也书密码进来的呀 这是我家 这怎么成你家了 就是你那个我租的 那你抱着啊 那花 多谢你 这都是我妈 你是不是早坐了呀 那房租金本来 一月三千块钱 别人早都订好了 你非让我去帮你结个户 一个两居 你花了四千块钱 你都能搬到市中心去了 跟李健健住对门多值啊 就是钱多了烧的话 对了 那个房东交代了啊 要是原来那租客找上门呢 你就说是他亲戚 刚好回来工作 所以这房子不往来租 听见呗 还值得到这上场烦死了 爸 对 我是房东的亲戚 我因为回来工作 所以这房子租给我了 亲戚 我是房东外甥 他们跟你说吗 要不打电话问一下 房东你好 我是 齐小姐是吧 我真的要打电话给你的 那房子我没办法租给你的 我有一个亲戚 突然从外地过来工作 这家有房子 肯定不能让他到外面去住 你把账户给我 我马上把电金给你拿回去 您怎么这样 我们之前明明说好的 实在对不起 我现在正在开会 先这样吧 我 这儿走了 没走 不是 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你怎么还要走啊 那个 我们打个商量呗 这房子我订很久了 这对于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你能不能搬出去 这附近我熟 我可以搬你租房子 你干吗非得住这儿啊 这房子对我来说才重要的 离地铁口多近啊 我实话告诉你吧 这房子是我暗恋的男神租的 我就是帮忙联系的 他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 他今天晚上就搬过来了 我要是把这事都搞砸了 我怎么有脸见他呀 这爱情完没开始就结束了 您说是吧 你结束了关我什么事啊 大哥 我今年都二十五了 我还没谈过恋爱呢 我妈都跟我相亲了 我都想好了 他只要来了 我就天天给他做饭 您出来我给您讲讲 冷静 我刚才啊 我一大碗零碗没穿衣服啊 你现在出去了 我出去了啊 你再不得我出去了啊 来来来来 我出去了 你先拿住去 这位邻居 你好 唐灿 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 你居然是我的邻居 我去 他怎么知道的 上次在电机口遇见 我就觉得你特别眼熟 大意了 很像 我吓一个男朋友了 干什么袭击我 碰碰碰 喝酒 怎么是你 那房子本来被租出去了 我就找朋友跟房东问 给他加钱 必须加钱 别人租三千 我给他四千 要是有人来呢 我就说我是房东的亲戚 回来工作的 结果 完没骗过 有钱真了不起啊 我这不就是为了 离李尖尖家近点 方便照顾她吗 之前那个房子是我租的 你租的 那上午那女孩 保险保佑 还好不是我 原来你说那个 别人 别人 你居然冒充房东亲戚 心执恶劣 为所为完 截至令人发指 大哥 你怎么老自己进来呀 我有密码呀 就是我刚刚泼泥水 我想跟你道个歉 对不起 但是我就是想来跟你声明一下 今天我跟你说的话 你一个字都不许告诉林肖 为什么呀 你喜欢他就应该跟他说清楚 现在 现在还不是时候 反正你不许跟他说啊 如果你要跟他说的话 我就 我就说你生理有缺陷 你这不是造谣呢吗 那这不就我们两个人 我说什么都行啊 不 我记得你高中不是这样的人啊 干吗 好 林肖 可以进来吗 当然可以啊 林肖来了好好聊啊 好啊 去吧 还不错 你 现在是我家了 我们合租吧 你要是求我的话 我可以考虑一下 求你 同意 过两天要搬过来 帮你搬行为啊 不用了 心里不多 来 走 这房租咱们得要过来吧 当然 哥不能让你 白白给别人当外省 他多数的房租 咱们一分不少地要过来 不 你是个人 谁说一声啊 你才敢说呢